啊 荒唐 此等大事哪是你们姑娘家操心的 万万不可 哎呀 袁大将军 这可是本姑娘百思才得 琪姐的锦囊妙计啊 姑娘家怎么就不行了呢 姑娘家也可以成大事啊 再说了 不是说了吗 巾国也可以让须眉 你们也不想想 这叶红颖贵为神经营的第一杀手 她 第一杀手怎么了 第一杀手 她回家也是怕娘子的呀 实在不行 就让我们冬亲姐 给她一时美人计 不就行了吗 阿弟 不许胡说 哎呀 冬亲姐 现在是成大事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这样 再说了 你本来跟她就是青梅竹马的夫妻嘛 阿弟 杨姑娘 你真有把握说服叶红颖吗 袁将军 我尽量试试吧 我相信叶红颖的本性 并不是助纣为虐的人 再加上她师父战天云的帮助 我们应该可以说服她的 也好 我马上派兵 护送二位即刻赶往东山县 尽快促成此事 真的 哎呀 太好了 东姬爷 咱们赶快走吧 艾弟 袁将军 我倒是不赞成现在派兵 这人多啊 反而容易暴露目标 你也知道 魏忠贤的眼线众多 我们人多了 反而让她看出破绽 容易打草惊蛇 这样一来 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不如这样 正好我们姐妹二人 乔装打扮 也许啊 这样更容易掩人耳目 也罢 就易姑娘的意思 此去关内 一路凶险无比 还望二位姑娘 多加保重 千万不可贸然行事 本将在此静候佳音 杨东晴 是她 都是因为她 叔叔 弘颖哥哥和潘巡浮 就是因为一个 叫杨东晴的风尘女子 才会反目成仇的 你是说 他二人是为了一个风尘女子 才大动干戈 以死相搏的吗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弘颖哥哥变了 整个人都变了 不可能 正所谓知子莫若妇 潘巡浮的确是个信号余色之徒 但是洪颖心高气傲 绝非是沉溺于那种地方的人 我不相信 她会为了一个烟花女子 而心性大变 甚至手刃同熬 可是叔叔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那个叫杨东晴的烟花女子 她就是东林党反贼杨连的女儿 什么 她和洪颖哥哥自有定嫁了婚约 说起来也算是洪颖哥哥 未过门的妻子啊 原来如此 想起来了 我对此事还真是早有耳闻 难道洪颖至今 还对那个杨家的丫头念念不忘 洪颖哥哥虽然受了重伤 可是一定还活着 我要去找他 现在就去 慢着 这人海茫茫 你上哪儿去找啊 我不管 就算找到天眼海角 我也要找到他 傻孩子 找人的事就交给叔叔吧 这么说 叔叔知道洪颖哥哥在哪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现在已经回到了他师父那儿 折剑山庄 皇上 方才老臣于御书房外 听见皇上龙音长叹 不知所为何事啊 大胆 回公公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听皇上圣轩 便擅触龙颜 简直是我大明王法于无物 孙大人 你岳祖戴袍 难道就是将我大明王法 视为圣物了 那就把话说清楚 今日你在皇上面前 诬陷本官岳祖带袍 究竟是何居心 大明组之日早有明定 皇上选贫纳妃之事 向来皆由内务府或礼部张老安排 什么时候轮到你礼部了 温重前 递 难道老朽说错了吗 今日一早 你孙大人私下为皇上安排选妃之事 在满朝之中早已传得福 现在就请皇上做主评礼 孙大人这么做 难道不是老朽说的 越祖带袍吗 行了行了行了 二位爱卿 不要再为这选妃之事 多做无谓之争 皇上 请恕老臣斗胆直言 皇上选妃 此乃国之盛事 绝不得有虚与辱节 相悖于祖典先制 还请皇上圣明 这选妃之事 还是交由老臣以内务府之名 待皇上安排吧 皇上 难道 你这任由魏忠贤的老贼 如此自意放肆吗 自先皇宣阵入宫 扶政登基以来 侵赌魏忠贤飞扬跋满横专政 独握大权 朕已经学会了两件事 皇上学会了哪两件事 等待与忍耐 等待 忍耐 不错 朕虽登龙基 但说穿了 就是一头纸糊的牢 反观那魏忠贤 满朝文武 哪一个不对他阿谀奉承 毕恭毕敬 在朕 没有掌控实权之前 一定有忍耐 如果此事与他迎面争锋 那就是一轮即时 最后受牵连的 还是天子教下的黎民百姓 可是皇上 难道您就真没想过 贵老贼让他亲侄女 入宫办军 其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邪天子以令天下 满足他夺权的野心 魏奸臣郎子野心 朕当然明白 可就是因为明白 才更有学会等待 等待 为朕不知 皇上在等什么呀 朕在等 等待一个 可以帮朕拨乱反正 铲除燕党的英才出现 也在等 等一个能将魏忠贤 至于万劫不复死地的疾病 皇上 微臣斗胆前世 皇上您所提及的 能辅佐您铲除奸党的英才 究竟是何人 平辽大将军 宠贤 宠贤 叔叔 我什么都可以听您的 唯独这件事情 请说方宗不能从命 方宗 其他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由着你的性子 但这件事 你必须听我的 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的亲叔叔 叔叔 你从小父母双亡 是我一手把你拉叉大的 你的亲爹 也就是我的亲大哥 在临终前 把你托付给了我 而我进宫时起 就再也不能有子嗣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 更把自己 当成是你的亲爹啊 叔叔 自打我懂事情 就一直把您当成是方宗的亲爹 可是 虎独还不识子呢 试问天下 有哪个做爹的 忍心伤害自己的儿女呢 住口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要你入宫为妃 全是为了你的终身着想 你怎么能说是害你呢 再者说 他任你若蒙皇上宠幸 荣华一生 此事不在话下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荣华富贵 当初是叔叔您 亲口答应把我许配给红颖哥哥的 您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 逼我进宫 去伺候一个从未谋面的皇上 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我只想和我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可是你爱的那个人 给过你什么 除了痛苦 他还能给你什么 不 只要和红颖哥哥在一起 我就觉得快乐 红颖哥哥他不会给我痛苦的 孩子 你何苦自欺欺人呢 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盈儿的心里 早就被杨东青给占满了 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 够了 您别说这些了 我不想听 你不想听 是因为你知道 叔叔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不 面对现实吧 孩子 不 是红颖哥哥亲口说的 他愿意娶我的 当时您也在场 红颖哥哥说 只要一年 只要一年 他就会和我成亲的 叔叔 您口口声声说 你把红颖哥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可是你 可他毕竟只是我的义子 他不姓魏 叔叔 醒醒吧孩子 红颖除了伤害你之外 给不了你任何一点爱 哪怕只是一丝一滴啊 我不信 我不信 我现在就要去折剑山庄 找红颖哥哥 我要他亲口告诉我 他的心里只有我 他是真心爱我的 你除了入宫 哪儿都不许 您让我入宫 伺候皇上 无非是想利用我 诱惑皇上 保住您九千岁的龙头宝座 不是吗 你胡说什么 我是不是胡说 叔叔您心里最清楚 为了权力 您就忍心把您的亲侄女 像牲口一样卖了 住口 总之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皇上已经放下话了 选个良辰吉日 就送你入宫 进宫之前 你给我安安实实地待在府里 你该愿的不是我 是燕儿 如果不是他对你无情 我又怎么能忍心 让你入宫 去当皇上的嫔妃呢 大小姐 九千岁吩咐了 没有他老人家的游戏 小双爷 太棒了 太够意思了 别再多说了 再多说就有点假了 以前你要对我这么好 你让我干什么事我不干了 你以后别受帮忙了 就直接吩咐就行了 嗯 那你绝不后悔 当然不后悔 后悔我这小乌龟 好 把剑挖出来 啊 你要挖鸟儿那剑呀 对啊 这家是你埋的 就得你挖呀 我去 我发那倒霉的破事 是 小少爷 你收累 让个地方 带什么 我学乌龟 起来 你还是不肯帮我 是吧 我怎么帮你呀 你不替我想一想 这几天我一直骗她 我骗她说我是她的老大 动情是我娘子 是她嫂子 我天天还折腾她 折磨她使唤她 你等她清醒喽 你得把剑还她 她肯定给我来个一剑传一剑 把我扎死 你要是现在不挖 我给你好看 这能怎么样 哼 你等着 嗯 小少爷 弹工在这里 小少爷 你弹工 你弹工 你弹工吧 你让开 嗯 我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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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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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师兄 一个人在练剑啊 好 师父教了我一套剑法 我怕记不住 所以拿木剑练练 那我们兄弟几个 陪你一块练吧 顺便你指点指点我们 对啊 是啊 是啊 指点指点我们 我还不会呢 更别说指点你们了 大师兄你就别客气了 二师兄常跟我们说 大师兄那招听涛劈浪 堪称是天下无敌 而且那天 你就是用那张听涛劈浪 杀死了岳掌门 还吓跑了那个东场太监 大师兄你就教教我们吧 我根本就不记得 我那天究竟是怎么出的招了 也许 我可以帮大师兄想起来 那天是怎么出手的 二师弟 二师兄 你打算怎么帮大师兄 想起那天是怎么出招的呀 我记得那天岳掌门 跟大师兄比武的时候 据仙堂的掌门岳东来 招招毕命 大师兄是在九死一生 命悬一线的情况下 才想起那招绝技 听涛劈浪的 对对对 二师弟说得对 我真的是稀里糊涂 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事后 我怎么也想 想不起来那招是怎么出的 大师兄不要着急 我说过 我有办法能帮你想起来 二师兄你说了半天 也没说清楚 你到底想怎么帮大师兄啊 很简单 只要把九死一生的场面 重新演一遍 大师兄自然就想起来了 对对对 二师兄说得有道理啊 是啊 可是我 我真的不记得了呀 大师兄 要被诚心讨教 你就别谦让了 我 大师兄 你就别让我们师弟们 都失望了 难不成你是不愿意 教我们这招听逃劈浪 想吃藏 我当然没有 我没有 大师兄 你就露两手 给大伙瞧瞧吧 让我们看个眼啊 就露两手吧 看个眼啊 好 那我就试试 跟二师弟过招 等等 大师兄 为了能让你想起那一招 我们不用木剑 用真剑 可 可是我没剑呢 岳生哥哥 岳生哥哥 我们帮你把剑给挖出来了 给 来 是 这么巧 大师兄你有剑了 请吧 嗯 嗯 勇鸿兄 希望你在天之灵 不要怪我 婴儿生性纯良 我不希望她越走越错 再一次沦为 被奸人利用的杀人工具 所以 我不希望她回想起 过去的种种 我只能传授他指手不攻 仅仅只能保护自己的剑法 但愿顾红兄能谅解战谋的用心 大师兄 小心了 这位师弟领他 大师兄真理 光二师兄怎么攻 大师兄总能剑招拆招 连则是什么都什么招 大师兄 你那招听头皮了我也练过 你要再只手不攻的话 就太看不起兄弟了 别误会我没那个意思 哎呦 哎呦 我自斩者人 你倒是还手啊 动手不攻哪行啊 还下手那么狠 你不用考虑我的面子 叶熟哥哥 快让你那招听头皮浪啊 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大师兄 得罪 听头皮浪 大师兄 哎呀你这笨鸟 大师兄 没事吧 大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姚北哥哥 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呢 这是你大师兄啊 对呀 太过分了呀 你们还是师兄弟呢 真哪家伙劈死他呀 二师兄 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 你下手那么重 是啊 二师兄 你重手太重了 我没有啊 哎哎哎 大伙不要再怪二师弟了 要怪只能怪我太笨 大师兄 你就别再听二师兄说话了 二师兄 你怎么这么过分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大师兄呢 铃儿 他们不了解我也就算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你别再说了 这是我亲人所见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 什么都不用说了 师父 爹 都跟我来 是 立即派人 将这两面免死铁券 送返京城 交给九千岁 禀告九千岁 在下已确认了神机营 叶红颖的下落 只需捎待数日 我便可 带着叶红颖 返回京城 交给九千岁 亲自发落 是 长公 你一口气 耗尽了两面免死铁券 下次 我看你还能拿什么 同时保住叶红颖和姓固的那个万贼余孽 刚才听你说叶红颖真的是在折剑山庄了 剑术是一门武术 也是一种修行 炼剑之人 除了力求剑法精进之外 更重要的是 如何体悟心性的修养 所谓剑乃气也 唯心是用 用剑行善 便是圣者 杖剑行恶 则是妖魔 所以 你们每一个人 到我门下第一天 我教你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学武前先学做人 否则在武学的造诣上 无论能有多高的成就 也不过只是一个为祸人间的贵子手 孔颖 苗北 弟子在 弟子在 今日 您俩同门切磋 竟以致命独招相搏 还用针剑交锋 你们可知道 你们严重犯了折剑山庄的门规 苗北 你把今天的事从头至尾给我说清楚 师父 我 师父 其实今天的事情不关二师弟的事 二师弟是想帮我恢复记忆 你不用说了 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们自幼入门 与我形如父子 是问天下有哪一个做父亲的 会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苗北 今日之事你可知错 师父 我 弟子知错 我 你心性高 嘴里虽然认错 但心里未必真的知错 把你三个月之内不准用剑 好好反省 想清楚 今天你到底错在哪儿 倘若三个月之后 你还不知所措为何 你就不配用剑 一辈子都不配用剑 可是师父 我 今日之事 我不想再多加追究 但若日后 无论是谁敢再犯门规 为事必废弃武功 如出师门 听清楚了吗 是 师父 是 师父 是 留下去吧 公爷 留下来 只是前些天 九千岁飞歌传书说 您突然离京 音讯全无 九千岁是心急如焚哪 飞暖这就吩咐下去 立刻护送大小姐返回京城 谁说我要回京城了 可是九千岁他老人家 等我办完我想办的事 自然会立刻返京 向叔叔请罪 既然如此 那就听大小姐的了 不过 飞暖非常想知道 大小姐想要办成什么事 飞暖可以帮助大小姐 心想事成 不 这回应该说 是我来帮你 大小姐帮我 大小姐又说笑了 让飞暖心中 惩惶惩恐了 不过 在下还是想知道 大小姐想帮我什么 升秦夜红颖 什么 难道你不相信 我真的能帮上忙吗 不是不相信 只是不知道 大小姐要怎么帮我 这个折剑山庄的湛天云 手上还有一面免死铁券 而且 在下已经答应过她 只要夜红颖 和姓库的那个反贼余孽 不离开折剑山庄 我就不能对她二人 采取任何行动 所以 要升秦夜红颖 必须先击垮湛天云 可是这个老匹夫 武功高强 心思缜密 极不容易对付啊 你别忘了 放眼天下 最了解夜红颖的人 就是我 大小姐说得是 谁不相瞒 日前我已经来到此地 早已将折剑山庄的 大小事宜 打听得清清楚楚 湛天云门下 排行老二的弟子 江瑶北 此人心高气傲 一心想继承 折剑山庄庄主之位 也许利用她 是对付夜红颖 和湛天云 最有力的棋子 还记得你小的时候 总喜欢吵着 要为师带你 到这儿来玩吗 那我小时候 是不是很淘气 很不听话 常惹师父生气啊 你小的时候 确实很淘气 可是众多弟子里面 你是最聪明 最讨师父喜欢的一个 真的吗 可是我听其他师弟们说 后来我就被师父送走了 如果师父真的喜欢我 为什么要把我送走啊 这个 师父您走了 我总觉得师父有好多事情 不想让我知道 因为有好多事情让你知道 反而不是好事 师父 您又开始说我听不懂的话了 既然你听不懂 那我就不说了 还记得这把剑 是为师送你的吗 一般的剑 都是双缝双刃 而这把剑 为什么却只是单方 你可知道为师的用 不懂 凡事都不要做得太绝 留一点余路给人家走 明白吗 师父说得很明白 但是我听得很糊涂 不过师父您放心 我回去以后 一定会把您所说的每一句话 认真地想清楚了 依你的资质 一定会明白 为师这句话的含义 对了师父 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 师父上回借给我的那把剑 是断剑 既然剑都已经断了 为什么干净不把它扔掉 换把新的呢 因为剑是我断的 留着它警惕自己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师父犯了什么错 年轻的时候 我最心虚名 妄想明阳天下 成为江湖中人人敬仰的 天下第一剑 最后 我做到了 可是换回来的是 永无止境的内疚 和后悔 所以 十多年前 我把这个阳明山庄 给了现在的折剑山庄 目的就是告诉天下的人 当时封华一时的战天云 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的老朽 只是个淡薄名利 是虚名如粪桶的乡野匹夫 一心退隐江湖 告别所有的恩怨 就像现在 希望你留在师父的身边 永远不踏出折剑山庄一步 这么说师父 我以前也是身在江湖 和许多人劫仇劫院 我说过 以前的事情你就别再想了 哦 是 是 二师兄 你别再这么喝了 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 你就说出来啊 说出来 我现在就是把心放在这儿 有谁会相信 不管怎么说 我相信你啊 你相信 当然 既然你相信我 为什么和别人一起责怪我 怪我用针剑和大师兄过招 为什么 其实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你和他们一样 都在怪我欺负大师兄 就连师父他老人家也当众责怪我 还罚我三个月不许用剑 如果我说大师兄是自己跌倒的 你信吗 我觉得 你也不能怪爹 不管怎么说 你这次做的 确实有点过分 我过分 我一点都不过分 叫你来是陪我喝酒的 不是听你教训我 二师兄 我 别说了 你回家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别再喝了 我说了不用你陪你还不走 你少喝一点酒 李公公 这我就不明白了 湛天云不许他的徒弟用剑 你为何如此开心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 湛天云因为叶红颖 而不让江瑶北在三个月之内用剑 这说明什么 说明叶红颖和江瑶北有矛盾 他们二人之间有了矛盾 有了隔阂 我们就有机会 莫菲丽公公已经想好了什么对策 事不相瞒 刚才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一直在琢磨对策 虽然不敢说成竹在凶 但是也已经略有几分把握 不过 能不能成事 还要看大小姐 能否助在下以臂之力点 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你就直说吧 好 既然如此 在下就直言不讳了 不让我用剑 行 我就用酒 站住 你叫我 我认识你吗 你认不认得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认得你 是折剑山庄占天云的门下江瑶北 江瑶北 是我 您找我有什么事 的确有事 那你说 江湖人称 战天云的剑术独步天下 想必他的手下爱徒 也一定是用剑的高手 所以 我想会会你这位 战天云的得意高徒 看看战天云的剑术 配不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剑 我明白了 你是想找我比武 没错 把剑吧 半日三个月之内 不准用剑 好好反省 怎么 怕了 哈哈哈哈哈哈 笑话 我江瑶北岂是胆小鼠辈 我从来就不知道怕子 那就别再摸索了 再不拔剑 就跟我手下不轻 窝囊废 原来折剑山庄战天云交出来的徒弟 也不过如此 真是五人子弟 看来战天云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号 是浪得虚名了 不许你侮辱我师父 否则我绝绕不了你 手下败将 还敢大言不惭 现在我就废了你 看你如何不饶我 跟我走 不谢姑娘仗义相救 你用不着谢我 如果你不是个有用之人 本姑娘也不会费那么大劲救你 要谢就谢你自己吧 谢我 请说在下愚钝 没听懂姑娘的意思 湛天云湛大侠 堪称一代宗师明晚江湖 他的亲传二弟子 想必应该也是人中蒙凤吧 更何况 你还是他的成龙快婿 若真的是个愚钝之人 湛天云怎么可能把他唯一的女儿 许配给你呢 刚才姑娘救我是另有目的 随你怎么想 不过我救了你 毕竟是事实 姚北平生不愿欠人人情 既然姑娘有恩于我 那就明话明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我定当尽力 我要你办的事 对别人来说 也许比登天还难 可是对于你来说 却易如反掌 姑娘要我做什么 放心吧 对于你来说 这绝对不是件难事 我要你把你大师兄叶红颖 逼出折剑山中 怎么 皇上 您不喜欢 还请皇上 将就些吧 您还记得 当初您登基之时 张太后 告诫皇上的第一句话 就是误实宫中 您可千万不能不信哪 张太后 乃是朕的凶嫂 她的话 朕哪能不信 而且 朕有所闻 张太后 为先皇 怀下了龙胎 可惜再一次 推拿金落之时 遭人 阴毒手法所害 致使孩子胎死腹中 就连 先皇的死因 也颇为可疑 朕曾对天发誓 一定要捉拿这歹毒凶手 将他碎尸万断 皇上 您是不是怀疑 这歹毒凶手就是 这些事情 你我心知肚明 就无须指引道姓 微臣明白 皇上 皇上是担心隔墙有耳 难道 天下之大 除了爱情 就再也没有人 能肯朕说句真心话吗 皇上 您就多多宽心吧 也许这就是机缘 说不定那天机缘成熟了 皇上的知心人 就会出现了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和叶红颖 在战天云心中 到底哪个轻哪个重 这个不用我再告诉你吧 而且叶红颖年少得志 不但官拜神机营千户 还是当今九千岁的义子 据我所知 在你师弟们心目当中 他才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你那些师弟们崇拜的榜样 是你的大师兄叶红颖 而不是你 别说了 大师兄在我心里 是个忠孝两全 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况且他只是一时落难 我绝不会在这个时候 落井下石的 实话告诉你 一直以来 九千岁对叶红颖都是视如己出 他老人家只是希望 把叶红颖找回身边 永远陪着他 所以才会广发通缉令于天下 要是叶红颖真的被官府逮到 送回京去 九千岁不但不会为难叶红颖 相反还会对他加官尽绝 可你就不同了 我 当然 叶红颖投效神机营这么多年 从未返回折剑山庄 所以占天云才会把叶红颖所有的疼爱 转移倾注在你身上 才会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你 折剑山庄的庄主之位自然也会传给你了 可是如今叶红颖回到折剑山庄 你就不怕占天云改变主意 把原本属于你的一切都给了叶红颖 到时候你将会变得一无所有 难道你真的愿意为了叶红颖 毁了自己一辈子 不会的 师父和大师兄不会这么对我的 天下事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你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 才后悔莫及 别说了 你这么说 无非就是想让我帮你 可我为什么要帮你 因为占天云不能给你的 我能给你 你能给我什么 功名利禄 虔诚似锦 你是谁 当今九千岁的亲侄女 魏方宗 原来你是九千岁的亲侄女 所以我才敢说 你要的 只有我能给你 你现在不用急着回答 是不是愿意帮我 不过凡事在做之前 都要想清楚 等我要你做的事情 想明白了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你不过凡事在做什么 你不过凡事在那里 我看得到你 就那些人 不过凡事在世界上 还不过凡事在想 他也不做我 她也不得到你 我看得到你 我看不过凡事在我 無聲 朝一時撫平 卻會百春到 樂曲中還不見 你的踪影 我的愛藏在 飛躍的拼不忍柴奉 只願他 還會讓我們 緊緊相擁 散落的愛藏在 歲月的 並不忍柴奉 只怕他 撞不下 我們來世情傷 也許我的心 只有你 才會躲 只怕他 要不惹在 쪽 片段 前字獲得國外 千創 angle 結論 relievealten 用甚 利 nokia yncmät 雪amientos 聽歌 沙 say 衝突然從來 好 是何要看 是你的踪影 散落的爱藏在 飞跃的拼不忍拆封 只愿它 还会让我们静静相拥 散落的爱藏在 岁月的拼不忍拆脱 只愿怕它 闯不下我们来世今生 也许我的心 只有你才会懂